今天我们给自己又上了一课 去了法帝马圣母朝圣 葡萄牙最著名的天主教圣地之一 这个朝圣地以1917年三名小牧童宣称 见到圣母玛利亚写见而闻名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信徒前来朝圣 朝圣地大殿又名玫瑰圣母殿 屡于热内卢基督下 法帝马圣母 显灵教堂 圣母显现的消息迅速传播 吸引了大量信徒和怀疑者前来 朝圣地大殿内部 法帝马居地里最著名的祈祷之路 总长170公尺 朝圣者常常徒步跪拜前往法帝马 已是前程 信徒可以购买各式蜡烛点燃祈祷 然后放置于珠台上祈福许乐 法帝马葡萄牙圣殿广场上的十字架 教皇约翰保罗二十雕像 法帝马天主圣三教堂 法帝马圣母朝圣地不仅是一个宗教圣地 也是一个文化和历史的重要地标 对于天主教徒和游客来说 都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地方 记得点赞关注哦 法园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